林志颖娇妻陈若仪逛街穿一身名牌,几十万包包却是二手获且背了七年。 近日,台媒拍到陈若仪独自外出逛街,她的一身行头全都是名牌,被狗仔队一一扒出,一件连帽衫起码就要6700元起步,她的一双香奈儿鞋子至少要8900元人民币,手里的这个包包更是高调,需要62.5万元人民币,一般人年薪都达不到这个数目。 台媒还致电陈若仪,陈若仪称当天是去理发店洗头发,至于手上的包包是七年前买的,而且还是二手包,只花了22.3万元人民币,没想到贵妇居然也用二手包,而且她丝毫不介意告诉媒体。 其实这并非陈若仪第一次买二手包,前年接受采访的时候,她带的也是二手包,当时称用了89年了,不知现在是否还在使用。 在这里夸陈若仪会居家过日子显然也不合适,毕竟一个二手包包二三十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,而且不止一个。 陈若仪的颜值一度遭到网友们的吐槽,大家觉得她配不上小智,她直言自己感到万箭穿心,不过从她现在的状态来看,依然很自信,就连林志颖都大赞老婆内心强大。 一定是小智对她的宠爱和专一才让她有如今这样的底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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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